重大发现 我国在沿的垂直起降战机发动机 很可能是涡扇15 在3月12日的央视军行时间道节目中 涡扇15的进展消息被提及 我国为第四代重型 中型战斗机研制的小寒道 与推力矢量涡扇发动机是涡扇15 代号俄美 涡扇15已经进行过多轮测试 各项指标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 众所周知 我国的第四代重型战机是歼20 第四代中型战机是C31 前者的目标发动机是涡扇15 但FC31的目标发动机并不是涡扇15大推力涡扇发动机 而是涡扇19这种中等推力发动机 如果想要强行把二台涡扇15塞进 C31或者歼35这小身板 虽然能让它们力大飞砖 但同时也将导致它们变成小短腿 这就好比给一辆面包车塞进一台重型卡车发动机 虽然动力十足 却因油箱太小导致航程极大缩短 既然FC31 歼35这小身板不可能塞进二台涡扇15 那央视提到的安装涡扇15的第四代中型战机只能是其他型号 也就是说 我国还有一款采用涡扇15的第四代中型战机 按照涡扇15的推力测算 只能采用一台涡扇15 目前 我国已经有歼20对标美国的F22 FC31对标美国的F35 歼35对标美国的F35C 唯独缺少一款垂直起降战机对标美国的F35B 鉴于我国是资深的美粉 本着美国有 我也要有的原则 预计我国也在研制我国的垂直起降战机 那么问题来了 我国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研制垂直起降战机呢 先来看看官方怎么说 2015年3月23日 中航工业网站发布消息称 3月20日 中航工业惩罚与中航空天发动机研究院 就短锤项目加工合作举行签约仪式 报道称双方签署了风扇部件合作协议 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飞机推进系统项目 简称短锤项目是针对提高海军两栖作战能力 填补该类作战武器装备空白 而进行的探索项目 这则官方报道 无疑证实了我国确实已经在研制垂直起降战机 并明确指出是为提高海军两栖作战能力而研制的 这说明 我国的垂直起降战机研制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装备两栖攻击舰 炸进行的 by bwd6